去年的小院里还是不定一只毛孩子 今年家里都称动物园了 这群毛孩子给我们带来快乐的同时 也增加了许多的无奈 每天我老公干活的时候 他们都会去捣乱 尤其是这只小家伙 总是添乱 家里的烟机坏了 风哥正在秀烟机 这小家伙看到后又去冲热闹了 有了他们的帮忙 每次风哥的活动量都得增加一倍 之前在物理创建烟机的时候 都会训着毛孩子们 正好今天风哥搬出来了 顺便做一下渗度清洁 我们家的猫被这只小家伙欺负的 都想离家出走了 拿回来拿回来 我的螺丝也我拿都吃了 去烧一锅热水 干嘛呀 要炖它吗 炖它干什么 我把这个给清洗一下 这个用热水根本就洗不掉 像这些顽固物资得上专业选手 直接用这个 只要配上它静止一会儿 油物就被瓦解了 你看再用抹布一擦就干净了 这是什么呀 这么好用 这个是威猛先生的新品 油烟机净油泡泡 有梅塞尔溶油技术 以及添加了进口G14净油因子 去油更快30% 选清洁剂要选这种配方标短的 因为它没有添加米类溶剂 刺激性小 那种长的一串化学添加剂的清洁剂 味道刺鼻 每次搞完卫生 毛孩子们都被信得运运乎乎的 正忙着干活呢 家里的毛孩子又开始争夺大战 那几个玩具 看你们 原来是因为来福 抢了小黑的玩具 布丁又帮忙给夺回来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布丁对别的毛孩子都很宠 就对来福不喜欢 甚至很排斥 这个问题一直让我们很纳闷 表现实在想证据 根发展 表现实在 UX 感谢观看